总统赖清德 宣誓启动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要让国家更安全 没想到在野蓝白两党 竟然解读为全民皆兵 蓝颖立委徐晓星 甚至提案修民防法 取消支援军事情务 被质疑是解除武装的前奏 所以所谓配合什么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 这个都是大家自己的痴心妄想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别人 在发什么样的新闻 那不能说每一年都发生一次 然后我们再要求他取消一次 不如我们就从全动法 跟民防法的法源依据上面来修改 那未来呢我们的孩子跟家长 就不会再收到这些服刑的同意书 学生目前的勤务 即使他加入了民防团体 他也没有要上战场 他连支援军事情务的 很大部分根本连做都做不到 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包藏获先的讲法 第一个先用一个 根本就不存在的前提 当作假消息 结果修法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针对学生修 是把民防法里面所有支援军事情务都拿掉 沈博洋痛批篮尾修法 是为了弱化台湾民防包藏获新 但不止来应的许久 思议民众党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赵伟林义军 近日也频频向相关部会 索取关键基础设施 维运等机密资料 并排案要求部会报告 与提供细部资料 就有官员担心 明代系统化的搜集相关资料 不是国会监督 而是配合敌人 对台湾社会发动攻击 其实这个都不是机密 如果是机密的话 我就会开了机密会议 不是机密怎么瘫痪呢 有系统性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去要这些很细节的资料 这个不得不让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计划在进行 弱化国家战力引发争议 不知道是不是子质理亏 立法院院会上民营党团 要求将民防法修法提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思敏喊没异议 徐晓星提案遭略议成功退回 蓝白难得没再动用人数优势碾压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也难怪略议立委忍不住故障欢呼 明镜里叫林东铭台报道 殿线